失智長者如果獨居的話 更會加重失能的一個狀況 衛福部社家署就在新竹縣湖口 寧原安養院 新建了全台第一間公辦民營的失智日照中心 能夠照顧三十二位的失智長者 環境舒適安全也有原意輔僚 那麼今天是正式開幕 北埔國中省師隊精彩開場 還有安養院長者表演舞蹈 眾人倒下彩色流金沙 浮縣竹夢寧原一直喜樂的字樣 宣布全台第一間公辦民營的失智日照中心 在湖口鄉寧原開幕 衛福部將全台灣第一座的公辦民營的 失智的日照中心 能夠把這個據點設在我們新竹縣的湖口鄉 那尤其結合了我們寧原安養院 他過去一直都在身上照顧 有非常好的一個執行的經驗 那麼這一次再把失智的日照服務加進來 做一個完整的多元的連續性的專業服務 為失智的弟兄姊妹 寧原的日照中心我們是用前瞻經費來做建設的 那今天開始是我們的看部典禮 目前我們已經有四位的住民來進駐 那未來我們可以收到的是三十二位 二十七年前成立寧原 至今已服務兩百零五人 以住宿室照護師至長者 四年前將空地活化 興建日照中心院社去年完工開始提供託老服務 規劃了生活美學廊道 園藝輔寮 技藝咖啡房等空間 在照服員職能治療師 營養師與志工們的照料下 除了有專車接送 還有運動器材 豐盛午餐 舒適午覺按摩椅等 給長輩家庭般的溫暖感受 在口鄉外長 工廠越來越多 但是當年輕人要去上班的時候 這些失智的長者 家人 是他們心裡面最放心不下的一個部分 孩子沒有一起住 我一個人住 所以人家叫我 來 哪裡 哪裡 說 OK 又走了 這裡上課是什麼感覺 這裡 很好啊 你平常會在這裡做什麼 唱歌啊 拍打著氣球 與同齡人有說有笑 阿婆已經88歲了 每天充實又不孤單 新竹縣已有19間日照中心 強化失智長者的照顧 分擔子女壓力 更延緩失能 讓長者有伴 享受生活 比較好! 這個希望可以家庭的耳朵 才能跟我們走 這裡 時間燈 對 時的 霧